紐西蘭總理要我們回應 我們如何攜手奴隸在COVID-19疫情下加速經濟複蘇 關於這個問題,中華台北偉大投下比COVID-19疫情還沒有結束 我在7月的時候曾經表達了對於我們營養不足的擔憂 但是由於美國、日本以及數家本地企業與機關團體的抗開捐贈 當時的擔憂如今已經多少獲得還錢 此外,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許是,中華台北也許是透過數位控制疫情 最為有效的國家之一 最為有效的AFF成員之一 中華台北在此重申 我們願意分享其中的經驗來幫助其他成員 一旦我們達到這個 以自由旅行的路標 表示我們已經克服了 或者至少綜合了COVID-19疫情 那麼我們主要的挑戰是什麼 是自由貿易 是只受限於關鍵性國家安全需求的自由貿易 APEC成員在過去數十年透過自由貿易 關鍵性國家安全需求的自由貿易 關鍵性國家安全需求的自由貿易 才是每個APEC成員實現供應聯任性 即繁榮興盛的猖狀大道 半導體供應平均現象 近期經常引起討論 晶片的短缺的情況 是需求遭到低估 雖然任何關鍵領主性的短缺 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然而包含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的自由市場 仍舊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應應禁止晶片短缺 而大幅提升晶片製造的產能 正好體現了我們認為自由市場 是解決短缺或活著問題的最佳方案 區域經濟整合 使得我們的進化關係更加密切 中國臺北認為 我們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亞太地區的反攻 因此我們相信支持能夠深化經濟整合 促進高標準的貿易相關規則 並且協助改善亞太地區人民生活的倡議 我們的條件是 這個在我的講師語頭也有 我們相信是 我們在中華臺北 在全球高科技供應鏈中 扮演著不可取代的角色 我們也有高度透明的市場經濟 能夠並且願意尊重CPTPP的高標準 全球的陣燈 A,B 不同市場入片